西边的空中出现了一团很奇怪的黑雾 我们在药店里面发现了一间密室 门一打开 扑面而来的就是一阵带着肮脏气息的热风 让我忍不住呕吐 一个男人走了出来 我是好人 别杀我 还有另一个男人在后面冷哼了一声 不过都是十几岁的孩子闹着玩 有什么好怕的 里面只有两个人 我也就放心了 头一个男人一脸谄媚的看着我 小兄弟 你们有多少吃的 我还没开口 彪子过来了 我们吃的不毒 你先要仔细去旁边的叮你叮哪 男人看着彪子的刀也不敢放肆 小兄弟 看你说的话 我哪敢啊 出去就没命了 我在密室都不敢出来 另一个冷哼男直接冲过来 夺走了彪子的刀 跟这些小孩子废话什么 去夺了他们的食物 我觉得有些奇怪 刚进图书馆时候 我与彪子切磋过 彪子的实力强过大部分常人才对 难道这个男的和我一样出现了异能 我决定出手试探一下他的底子 过来 你是有限的尼尼 怪不你怎么傲慢 切 我打你一个小孩子 胜之不武 拿一些食物给我 饶你一命 你这么厉害 为什么不去去招鼠啊 正说着外面那群怪物又开始窜门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打斗的声响太大 这次居然还有一只二等怪物 实力确实很强 很快门就变得扭曲了 耸包男吐槽道 你看看你们 没事非要来找我们密室干嘛 这下好了 怪物都来了 谁也跑不掉 我都懒得理他 大家快走 撤到迷斯里再走大三 我们刚撤到密室 怪物们就破开了大门 一拥而入 怪物们在药房里断来断去 没发现猎物就又跑了出去 我们渐渐的放松了警惕 昆昆都开始大吓起了 但我们没想到的是 外面的那只四腿 怪一直在听我们的动静 确定密室门的位置之后 直接硬开了按门 我虽使用锤子砸中了怪物 但没有太大的作用 冷亨哥又拿起 雕子的刀杀了出来 不过好像也有些难以招架 我赶忙拿起锤子去帮助他 而昆昆和红哥他们 则是去处理那些三等怪物 不一会屋内就摆满了怪物尸体 但是我和冷亨男辈 打得连连败归 雕子 你们带着小鸭块发 过来拖住这个死费拐 圈哥 你学这是什么方 要死一及死 我来知你 你清高 你了不起 我还不想死呢 赶紧想想办法吧 显然四腿怪并不想 给我们喘息的机会 接二连三的进攻 但是我的锤子 只吸收了一只丧尸的力量 闪电非常的薄弱 根本没法 伤害二等怪物了 眼看我们就要丧命于死 一只口袋飞了进来 散化出强大的威压 四腿怪还想抵抗 散化出的攻击都被吸收了 想跑也晚了 直接被吸入口袋 然后又飞走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是妈妈在暗中帮助我吗